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繼續探討烏克蘭 俄羅斯的局勢 尤其是 就是俄羅斯的這一邊 最近有大量的消息流出 俄羅斯、普京 不單只是 普京 整個俄羅斯 開始進入一種 瘋狂的狀態 自從他們的 滅國神艦 莫斯科號 慘被擊沉之後 整個俄羅斯 戰鬥民族 陷入水深火熱 他們本身都陷入水深火熱 但是 對於五勞布 俄羅斯支持普京的人民來說 他們不知道 情況那麼惡劣 因為 就有這個 俄羅斯的大內宣 再加上中共的大內宣 幫他們分析太平 所以 還有很多人 就說 俄羅斯佔上風 俄羅斯會打贏這場戰爭 那些人 怎麼會不是五毛 怎麼會不是五勞布 怎麼會不是中共的幫兇呢 所以那些人 大家真的不要客氣 真的要檢舉他們 尤其是現在Google改變了政策 這一節也要說幾句 就是關於到底 李家超會不會借助這次的事件 順便封鎖Google 在香港 這件事 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也 也奉勸大家 應該盡快學習 使用翻牆軟件 只要你能夠用翻牆 你就能夠繼續上到YouTube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會去 做一些教學 教大家學習翻牆 我們也邀請聽眾熟悉IT的朋友 向我們推介到底 哪些翻牆軟件有用 最好是免費 容易安裝 容易下載 我們就會建議 其他聽眾使用 到時 真的面對封網 也好 你也不用擔心 除非你不讓上網 如果你能夠上網 國內我們一樣有很多聽眾 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可以翻牆 雖然國內有那麼多 網上的防禦工程 他們一樣會聽到YouTube 所以事在人為 只要你真的 去安裝 去做 其實一定能夠聽到 所以不用擔心 俄羅斯 面對 整個民族 危急存亡 因為他們的旗艦 莫斯科號 慘遭激慘 再厲害的大內宣 再厲害的宣傳工具 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大敗的徵兆 再不想辦法挽救 他們就不能夠維持著他們戰鬥民族的尊嚴 也不能夠維持著 國內 好戰支持普京的情緒 普京和俄羅斯這個戰鬥民族 就是以侵略別人 建立自己的權威的霸權 一直以來 他在附近的國家 周圍發動戰爭 全世界沒有枉管 這次侵略烏克蘭 北約雖然沒有直接出手 但是在背後出手 所以使得五毛也不知道說什麼 平時有戰爭就說美國在背後 但是美國不加入了 又說不到美國怎麼加入 美國捐武器 他又說人家賣武器 結果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如果美國要賣武器 你就走去打烏克蘭 那就是你幫美國賣武器 這個就是 五毛和五勞報 最犯上的一個 嚴重的邏輯謬誤 他們為甚麼會犯上邏輯謬誤呢 因為作故事 作故事 到最後是不能夠自圓其說 我們這一節要研究就是普京 自從 莫斯科號慘遭擊沉之後 再不能夠用普通的大內宣 就是欺騙 支持普京的人了 他們 再愚蠢的 漁民也知道你的旗艦被擊沉 意味著 你快要戰敗 情況就好像 內地有大量的漁民支持俄羅斯 但是莫斯科號被擊沉的時候 他們 就是改變態度 就開始淺笑 俄羅斯怎麼那麼差勁啊 我想告訴你 俄羅斯真的很差勁 所以你快點派遼寧號去幫他吧 如果派遼寧號去 那就會連 解放軍也被瓦解了 所以 解放軍最好就不要出手 你一出手就襲擊台灣 又或者 你打算幫拖 結果連解放軍也整個斷送 我們繼續說烏東 決戰頓巴斯地區 之前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 很簡單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播放欣賞 由朝欣賞到晚 手動點擊 這個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支持方式了 所以請大家盡量使用 付費支持我們的朋友 最好訂閱Patreon 當然如果你沒有辦法 不能夠訂閱Patreon 你就唯有 直播節目就交月費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記得了 回公司的時候 公司就欣賞貨房 播放為止 電是任用的 手機電池 可以充電 充電 充木 很多次都可以 超過500次 1000次以上 電才開始減弱 所以不用客氣了 用爆 其實你也熬不了那麼久 當你的電 打塗的時候 你也已經想換新手機了 要分析 頓巴斯地區的決戰 就不得不了解現在俄羅斯的狀態 與其純粹分析 頓巴斯地區的部署和 部署 你要明白到底現在 俄羅斯在用一個甚麼心態 進攻烏克蘭 現在 他不是要 成功瓦解 烏克蘭的政權 實際上他現在 要想辦法追回失去的分數 想辦法 要爭取局部的勝利 讓 普京的政權能夠繼續維繫下去 所以 這就是所謂頓巴斯地區決戰 的主要的戰場 真真正正正決戰的戰場 就不是頓巴斯地區 實際上就在整個輿論上 自從 莫斯科號被擊沉之後 普京 最需要做的就是繼續維持著他軍事強人的姿態 不能夠 將神話和魔法被破解 所以他真真正正要做的事 是要維持他的勝利 不是要在頓巴斯地區 就是要取得甚麼成果 所以他們會大量圈掩 攻佔一個小小的城市 他們就會圈掩 這個是重大的勝利 我們繼續認為 普京的行為就是一個自殺的行為 他們繼續把俄羅斯的主力 繼續推下去烏克蘭這個地方 烏克蘭 那麼廣大的地方將會成為 就是俄羅斯的泥沼 俄羅斯會繼續燒毀大量的武器 到最後 將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 撞送在烏克蘭手上 所以俄羅斯現在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 現在 甚至乎打算 就是要令到蘇聯復活 極端主義抬頭 是好事 是好事來的 每逢戰鬥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尤其是 獨裁的地方 更加 想 搖身一變 變回舊蘇聯 重拾蘇聯的力量 於是現在有人提議 要將蘇聯的國旗請回來 取代俄羅斯的國旗 俄羅斯的塔斯社和俄身社 就是這樣說 俄羅斯的下議院發布訊息 說來自俄羅斯聯邦的共產黨 還有共產黨 共產黨議員 向下議院提交草案 要求把俄羅斯的國旗 由三色旗 變回蘇聯的國旗 這個做法就是把這個紅色 廉刀 和鋤仔 共產蘇聯國旗 重新 舉起 很明顯現在 支持普京的人 實際上 就是支持蘇聯的人 很多人認為 1991年蘇聯解體就是令到他們這個巨大的帝國 就是滅亡的開始 有很多人 相當之不滿 他們跟 藍絲一樣 跟土共一樣 他們要重拾 共產黨的光輝歲月 尋找失去的作天 所以普京現在打頓巴士地區的所謂決戰 就是為了 這個政權的權威和面子 和實際上 要瓦解 在烏克蘭 他們所說的納粹政權 已經毫無關係 所以 獨裁者的謊話 是紙包不住火 一剎那就會穿的了 跟中國夢一樣 所以 俄羅斯 有機會 到了某一刻 他們 可能會公民覺醒 這件事是有機會發生的 但是永遠你很難說得準 有很多人很喜歡潑冷水 我不知道他們有甚麼 agenda在背後 但是如果你潑冷水 你有份不小心潑冷水 你要自己想一下 你要去水滴石川 你要站在石頭那邊 有多難 你要說提霸不崩 又多難 一定是你對的啦 因為99.99%的時間都是你 應該會正確的嘛 但是你就不是站在人民那邊 你要吹冷風 你要潑冷水 說見不到枝爆 見不到鵝爆 你 就是在幫政權說話 水滴石川 你站在石頭那邊 以為自己 就是在說道理 實際上你不是在說道理 實際上你在說歪理 俄羅斯繼續把他的大軍在烏克蘭東部地區 烏東地區 即是頓巴斯地區 繼續 駐入重兵 繼續大舉攻擊東面的力量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本身東面 就是有佔領區 包括勞金斯克和頓涅治克 所以 進擊東面 令到他們覺得更加容易得勝 進擊東面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有機會守住克里米亞 如果他在烏東 被趕出去的話 其實也 令到克里米亞遭受孤立 所以與其說他在烏克蘭東部地區 要去打過去 實際上他是要避免最壞的情況 就是在克里米亞也被趕出去 所以俄羅斯就集中他的主力在頓巴斯地區 展開所謂全力一擊 坦白說 我們對於俄羅斯的全力一擊 是沒有任何的 一點都不樂觀 其實他 只會在這個地方繼續裝送他的主要力量 尤其是他現在 就是根本不敢派出空軍 他的空軍只是夠膽在自己佔領的上空出現 因為一旦飛進去烏克蘭控制範圍 就會遭受對空火炮攻擊 包括刺針導彈 我們也有 比較熟悉軍武 比較熟悉當地情況的人 告訴我們 其實當初使用刺針的時候 就是訓練不足 所以導致他們的命中率相當低 起初命中率只有兩成左右 射十飛 只是中兩飛 當然 中兩飛的戰果也相當高 經過正確的訓練之後 其實現在他們的命中率大幅提升 雖然未去到 百發百中 但是你想一下 那架是飛機來的 到底你有多少架飛機可以被人擊落呢 所以呢 根本俄羅斯 就是沒有辦法有效控制烏克蘭 現在 甚至乎傳出的聲音說普京預備 要國慶閱兵 要搞閱兵 要宣告勝利 普京 宣告勝利的劇本已經說了很久了 實際上時間越拖越長 他能夠宣告勝利的日子 越來越遠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局勢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緊貼 第一時間再報導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講到這裡